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早三天 这之后战场形势又有一些变化 一跃厮杀以来 我们这边溃军军心逐渐趋于稳定 而且伴随恶魔在铁牢城 久攻不下士气和战心还在节节攀升 当我爷爷带着援军抵达的时候 这种士气和望战之心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 相反恶魔的草粮丝重被林青闹腾了一圈 现在其实也是紧巴巴的 而且濒临城下却久久难以寸进一步 这对于恶魔确实是一种打击 已经表现出了颓势 我爷爷抵达前线之后 从林青手中接管了指挥权 详细了解情况之后 决定与恶魔一决死战 就在铁牢城下 那一夜 他藏起我们随身带的粮草和物资 只拿出一小部分分给军事 同时他告诉众军士地球已经难以支撑 今年累月的战争消耗 要粮食没有了 当然这些话对于修炼者来说可能没事 但对于地球的军队却是致命的打击 当场所有军事就安静了下去 然后我爷爷指着城外恶魔大营就说 想要粮草都在那里 吃饱饭 拿上充足的武器弹药 去和恶魔决一死战 想活着就必须弄死恶魔 否则铁牢城就是所有军事的葬身之地 就这么一下子 让众多军事彻底变成了风狼 他们争着抢着吃饱了饭 提着武器就冲出城外与恶魔决战 正所谓哀兵必胜 我爷爷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他深知要想打破我们目前的被动局面 必须进行一场绝死之战 这一场硬仗是逃不掉的 来得晚不如来得早 所以他一到前线就直接发起了进攻 铁牢城外成了两军熬战的战场 大军整整在城外交战厮杀了 七日七夜 最终恶魔因为战心和疲惫的原因 一窥千里 我爷爷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带着大军就奋起直追 路途上地球的士兵体力不支 纷纷倒下 后军在脸尸的时候 常常把活人当死人抬去 结果一抬 人才醒过来 此战战过 极其辉煌 爷爷追着古若长驱直入 接连收复桑子城 狼城 斩首六千万 恶魔大军彻底成了丧家之权 最后我爷爷更是顺着冲动古路 一直追杀进入神武城 读得了神武城的控制权 可惜恶魔的援军速度比较快 最终我爷爷还是被阻挡在圣武城之外 地火会战打响之后 我们终于扳平烈士 甚至还战下火星一程 当战宝传来的时候 我和静怡两人 在空空荡荡的鬼域中 高兴地守无足道 只可惜 紧随其后就是桑宝 攻克神武城的时候 我的两位好友阵亡了 比利和独眼巨人 纷纷阵亡在神武城下 于是我又笑不出来了 哭哭笑笑 那是我在战争年月 反复无常的情绪 而地火会战 在经历最初双方激烈厮厮杀之后 也转入相持阶段 战争就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 轰隆隆运转一般 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 更是如此 修炼者的数量越来越少 战争的重担落在地球子民身上 一批又一批地球的年轻人 被我送上战场 我就在鬼域的教场里 亲手将无数人送上战场 等待他们的是死亡 一批又一批 就像是没有尽头一样 最开始的时候 还是壮年男子 后来 送来的男性 岁数是比较大一些的 直到 我看到地球送来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 我落泪了 他们的嘴唇和下巴上都没有虎须 紧紧一些绒毛 可就是这样的孩子 也得奔赴战场 乱世人 不如圣世狗 我痛恨战争 可是一日不灭掉太阴帝国 何以为家 我知道 等那些孩子 也要拿起武器重新走上战场的时候 就意味着 我们的世界可能快要坚持不住了 可我又知道 我们坚持不住也得坚持 因为恶魔也是一样的 相比较而言 他们更加艰难 他们强悍的修炼者和我们一样 越来越少 到最后 参战的基本都是一些 刚刚开始修炼的小恶魔了 而这些恶魔 他们的进攻能力非常有限 我们这边的孩子们 手里的武器 就能给他们造成致命的伤害 在战场上 他们已经被压制了 而且一直以来 我们都在对他们的本土进行打击 他们更加艰难 再加上火星三成中 若说星辰能源 神武城占二分之一 我们占领了神武城 恶魔的能源 已经有些供应不足 如果说谁会先挺不住 那一定是他们 只不过我们愿不愿意挺到那一天 很重要 如果我们放弃了 那之前所付出的一切 都将付出东流 所以我一次次的和轻衣 往返于地球鬼域之中 盛王当年不和下面人沟通交流 是他有苦难言 可我不一样 我一定稳定住地球各国的心 这场僵持的战争 就像是没有尽头一样 其实当双方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强弱自协 公元12070年 地火会战 第25年 元月 我的两位母亲 我父亲 林青率军攻破圣武城 可等待他们的 根本就是一座空城 当城门打开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是遍地尸骨 臭气熏天 原来 江池25年来 恶魔在处处处于烈尸情况之下 早已经坚持到最后的时刻了 战死者尸体堆在城中腐烂 活着的 也能看见死亡的日期 他们的绝望可想而知 攻破圣武城的时候 我们其实根本没花费太多力气 然而 古弱这个该死的阴谋家 即便走到这一步 仍旧不肯放弃 他在城中留下十几个身负重伤的恶魔大帝 在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 巡查城市的时候 一拥而上 集体兵解自保 那一日 圣武城崩坏 进入城中的军队 几乎是无疑生还 我的两位母亲 我的父亲 还有我的姐姐 集体罹难 甚至尸身都未能寻回 我爷爷 这个无敌的统帅 也难以承受如此刺激 大怒之下 他率军疯狂追击古弱 海思维连接阻拦 无数次无果之后 为防止我爷爷 他们出现意外 只能追上去保护我爷爷 结果 这郑重古弱下坏 古弱在最后的光武城附近 一条山沟射符 狙击了我爷爷 我爷爷被重重恶魔大军包围 难以突围 只能死战 最后 海思维与我爷爷 战死无人沟 临死之际 我爷爷登高怒吼 往我葛家两代 燃葛家扑灭 王太阴哲 必为葛氏 其后 我爷爷阵亡 当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 我再没有流泪 战争打了半个世纪 我的眼泪真的已经流干了 即便我哭泣 也只能在心中哀嚎 眼中却无泪水 当花木兰拼命 将我爷爷和海瑟薇的尸体 从无人沟中夺回之后 我只能安安静静地 将他们安葬进入忠烈园里面 然后我就重新回到了那座 早已无人的鬼域宫殿之中 那一日 我亲手写了一封书信 这一封书信是给敦儿的 不 或者现在 不应该叫他敦儿 或者是烈将军了 应该叫烈帅 没错 我将我的幼子 也推上统帅的地位 我给敦儿的任命之中 我只写了八个字 待复处征 匡扶天下 但是 我相信 敦儿明白 这八个字背后的含义 他也能看得到 这八个字背后 惨烈的血腥味 我同时要告诉他的是 复仇 复仇 破城之日 妇如老幼 一个 不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